好 欢迎您回到中天新闻的现场 地震快报 我们继续提供给您更多的画面跟讯息 那么在刚才8点02分发生了这个规模6点3的地震 那么现在我们要带您来看的呢 就是在花莲所拍到的最新的画面 因为很多的这个卖场啦 商店啦 这个货架上的货品真的是掉的七零八落 我们现在要连接记者阿布斯由他来告诉您 好的 是的 主播 就在刚刚8点02分的时候呢 在发生了6点3规模的地震 那主要呢 震度最大的地方就是在花莲 那在画面中会看到花莲市有许多的超商跟卖场是一片混乱 也有非常多的物品商品全都掉了下来 然后连民众都吓了一大跳 那其实在目前在花莲的最新的灾情呢 就是有一人受困在电梯 那同时呢 其实在地方的收集手机的通讯也并不是非常的好 那现在东部干线呢 花莲的东部干线这里也全部停驶 那至于地方地区甚至山区有没有任何的落实公务局 还在持续的调查 有最新的灾情 最新的报道会持续为您插播 主播 好 非常谢谢阿布斯 我们除了一方面看到这个画面之外 东部的台铁干线也出现了停驶的状况 锁定中天新闻